嗯 嗯 好吃 從來沒有想過原來柳橙 也能用來調味 Hi 大家好 歡迎來到一蘭食堂 我是小蘭 今天呢 想和大家一起學習一道超級簡單的料理 蛤?有多簡單呢? 等一下你看了就知道了 這道料理就是 迷你沙拉墨西哥餅 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製作吧 我們需要準備的食材有 全麥墨西哥餅 酪梨 橙 番茄 青檸檬 調味料有 黃芥末醬 歐芹碎 鹽 黑胡椒 首先用這個模具 在餅皮上壓出4個小圓形 然後 然後 將小餅皮對半折 用牙籤定型 然後呢 底部 要確保它是平行的 定型好後 是長這個樣咯 然後 放到烤盤上 小餅皮定型好後 就送到以用180度預熱好的烤箱 烤大約3-5分鐘 但是要注意 不要烤得太煮 因為如果太脆 會影響到整體的口感 小餅皮烤好後 就將牙籤拆出來 然後將青檸檬對半切開 擠出大約10克的檸檬 紅汁 然後將番茄切丁去籽 去籽的原因是 它會粗水 影響到沙拉內餡的濕度 如果內餡粗水的話 就會讓餅皮變軟 口感會變得不好 然後再將盛 切丁 有些細菇 有些細菇 1個 3個 要多的 然后再将酪梨切丁 全部都切好后 我们现在就来做沙拉内馅啦 倒入三分之一的牛油果 然后倒入青柠檬汁 再放入黄芥末酱 然后按压至泥状 按压到像这样的泥状过后呢 我们加一点盐 和一些黑胡椒 继续的按压 酪梨按压好过后呢 放到一旁备用 现在将所有的食材都倒入大碗里 倒入番茄 橙 剩下的酪梨 欧芹碎 适量的盐 适量的黑胡椒 最后放入刚刚按压至泥状的酪梨 搅拌均匀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要轻轻的搅拌 不要让水果出汁 这样我们的沙拉内馅就完成啦 最后将沙拉内馅放入小饼皮中 这样我们的迷你沙拉墨西哥饼就完成啦 好吃 没想到被定型成这样 还能有柔软度 对 就正如我影片所说的这样 如果时常拿捏不好的话 饼皮可能会太软 不能够定型 或变得太脆 嗯 饼皮之外 那些的味道也很够味 也很好吃 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柳橙 也能用来调味 是吧 这个内馅的味道呢 会带一点柳橙的香味 有一点青柠檬的香味 非常的好吃 这料理主打健康 都是来自于天然食材 而且做法简单快速 如果在厨房害怕被烫伤的朋友 可以一起做这道料理哦 但老实说 你把饼皮弄得那么漂亮 那个部分就有点麻烦了 会吗 这样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做了馅料 包起来 直接吃就行啦 既然这料理那么好看 也好想看看观众们 做出来的成果 我也好想看看 观众们做出来的成品哦 大家只需要把成品 post出来 tag我们 你们就可以看到啦 大家可以到Facebook 或者是IG搜寻 一兰食堂 或者是点击资讯栏的网址 就能找到我们啦 期待你们的成品哦 诶小兰 我个人是蛮喜欢吃香菜的啦 那我能不能把香菜 当作一个食材 放在料理里面呢 当然可以啊 如果没有欧琴碎的话 可以用香菜来替代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香菜的哦 你同意吗 嗯对对 所以我选用了欧琴碎 来作为食材之一 诶 那你也是其中一个人吧 呃不好说不好说 好啦 如果有任何疑问 或是要关不起学习的料理 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别忘了按赞 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这些动态 这里是云南食堂 我是小兰 我们下期见 Bye Bye